对于中业政府过去推出了一些调控房地产的措施 其实无论这是限购、限贷、还是限价 明显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成效 从4月份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 平均来讲已经有一个差不多5%的下跌 这是反映了这一些进程的影响力 不过我觉得普尔说的一些观点 其实也不是一些新的观点 主要原因就是内地政府面对资产价格不断的上涨 也担心跑木化的风险 举个例子说明比方说上海 过去可能10万块已经买了一个房子 现在要20多万 反映了什么呢?就是一般的民众工作过去就是25年的收入 就可以买一台房一间房子 现在呢可能又要工作57年 也不可以消费 这个不可能的因此 未来呢这个中央在过去几天 你看到一些消息就是把一些地方的债务就是贷款 主要就是集中建一些保障型的住房 就是要达到了这个今年一千万套的这个目标 就是要把握住了这个老百姓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需求 当然呢把握这个机会之后呢 一些房地产公司虽然就是买入利率比较低 因为这是这个保障房的清建 不过就是他们也可以有商业可以做 在这个目标建完之后呢 这个基本的房屋需求满足了 对于商品房的需求呢 我觉得也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不过就是过去一年上涨了超过20% 现在有一些获利回吐呢也是正常 对于房地产股来讲 我觉得就是公干 证公干比率比较低的 就是贷款带着比较小的房地产公司 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抗电的能力 对于房地产股来讲